一旧座 实际全国人大五四会议 全国政协实际五四会议 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茶话会 3月10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出席 他们同少数民族代表委员们 欢聚一堂同庆两会的胜利召开 共化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昨天晚上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华灯一彩 暖一融融 洋溢着一派喜庆气氛 19时45分 在欢快的乐体声中 吴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走进会场 来到身着民族盛装的 少数民族代表委员们中间 同他们亲切握手 并致问候 请不吝点赞 坐在胡锦涛身边的维吾尔族代表 祖利菲亚阿卜多卡德尔 来自新疆交通部门 他高兴地告诉总书记 新疆现在变化很大 交通越来越便利 各族群众生活越来越好 胡锦涛勉励他努力工作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为新疆交通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 做出新贡献 藏族代表洛桑 是西藏拉萨市城关区血居委会的一名党支部书记 胡锦涛关切地询问当地社区建设和群众生活情况 当他听说近年来 拉萨城市建设力度很大 群众生活有了明显改善 不少居民搬进了新家后 感到十分高兴 他嘱咐洛桑 社区工作事关和谐社会建设 一定要服务群众造福群众 进一步把社区工作做好 吴邦国温家宝 贾庆林 曾庆红 吴关正 李长春 罗干等 也同少数民族代表委员们亲切交谈 勉励他们认真履行代表的权力和委员的职责 积极反映各族群众的意愿和要求 为两会的圆满成功 做出贡献 长话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司马懿爱买提主持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讲话 他说 五年来 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牢记使命不负重托 认真履行职责 为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为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和祖国统一大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 继承和发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的优良传统 把民族工作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中 加以谋划 民族工作成绩显著 形式喜人 我们相信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有各民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明天 一定会更加美好 谈话会上 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情深异常 再唱山歌给党兴 太阳出来喜洋洋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舞蹈天边的彩云 好原欢歌 杂技掌上的天使 歌剧刘三杰选段 京剧藏剧文成公主选段 等节目 一彩分成 演员们以优美的歌舞 精湛的技艺 生动展现了各民族艺术的独特魅力 充分表达了各族人民 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和祝福 出席茶花会的还有 王乐泉 王兆国 回梁玉 刘起 刘云山 吴仪 张立昌 张德江 周永康 于正生 贺国强 郭伯雄 曹刚川 曾培炎 王刚 徐才厚 何勇 热帝 盛华人 乌云奇目阁 唐嘉玄 华建敏 陈志立 帕巴拉格列朗杰 白丽晨 李兆卓 中央军委委员 梁光烈 李继奈 廖西龙 陈炳德 乔卿晨 静志远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方面负责人 参加两会的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负责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代表团的负责人等 教育